本节目由90玩具 Porto Store赞足播出 有玩PTCGL的线名 可以到Porto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的单是大烊八升 原本们问的单卡突然水涨船高 好多人在收 究竟什么原因都会在这个单里面说明 每次海内外大赛过后 都会有些卡片夺得关注 可能是有趣的牌组诞生 或是出乎意料的牌型上位 也就是今天要来介绍的 密勒的短夜科史 那么在进入整体之前 还没订阅的帮忙订阅一下吧 会议机制开启了 若想提前知道当然发生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会议新的文章 密勒的短夜科史HP220 雷属性基础宝可梦 特性串联装置 在自己的回合时刻使用一次 从自己的牌库选择最多两张 雷属性的基础宝可梦卡 放置于被弹区并且冲洗牌库 招式光子引爆 两雷一五打220 在下个自己的回合 这只宝可梦无法使用招式 1.铁臂绑夜科史 未来闪光即将登场的新宝可梦 有一次拿两张将伤卡的能力 解决雷属性第一拳 可能拿不到两奖的情况 其HP230更是优秀 以往对上喷火夜科史 只要我们进了三奖 喷火夜科史就能简单打出270 密勒顿夜科史整副牌 贴上勇气护服也就刚好270 如今出了张HP230 就能扛住喷火龙夜科史 虽然许多牌型都可能挂服铁臂绑夜科史 但作为雷属性的他 能更及时的用密勒顿铺出 且利用了荣耀跟电器发生气甜能 2.电电邦 老实说这个版本对密勒顿夜科史相当不利 遇上喷火龙夜科史胜率仅剩3-4成 对上伤害朵夜科史更是难追悔加上卡落差 而在这艰辛的环境中 却有一群人不断讨论尝试密勒顿的可能性 那就是电电邦 在上周末刚结束的地区联盟赛台中战 包办了冠军亚军 有幸身为电电邦其中的一员 虽然我跳车 让我们看看这次电电邦所使用的密勒顿夜科史 阿直 这幅构成保持的四张通顶雪道 增加对大部分牌型的干扰 最大的差异就是雷能量投入到14颗 增加电机发生气甜到能量的几率 Geoff 选用了卡扑明明夜科史的麻痹 来强化对喷火龙夜科史及杀奈朵夜科史的应对 有了神电鸟加水点的伤害 也能麻痹完使用激流电 更好昏厥杀烂毒夜科史 炫耗 最后有最早看到投入怒音哥夜科史的玩家 这次选择了洛托摩壁强化第二回合的展开 密勒顿夜科史也很好协助铺出洛托摩壁 开局后宫如果是他 也能让对手误判我们打的是古剑宝夜科史 另外加了正义之律的狗帕路 来让HOP可少一人昏厥喷火龙夜科史 或是让梦幻夜科史在对手势讲时 这看似频繁的构成 却是我们不断讨论的结果 讲求一个很中文 能量一颗都不能填错的密勒顿 杨小军 除了卡布明明夜科史来应对 沙滥堕夜科史跟喷火龙夜科史外 神电鸟也补奖了炎地币的十点 及作为一奖打手 多海淡场地 以解对方先攻压雪刀的窘境 最后是我的 虽然我跳车 这副主打能量贴纸 增加密勒顿夜科史或神电鸟夜科史后宫打出去的几率 详细的牌组该如何运作 很难在影片中依序解答 关注河空俊之后会写篇战报 连结到时候我会放在资讯栏跟这里留言 里面会写到这段期间我们讨论的所有细节 包含牌表每阶段的演化 以及每张卡片的抉择 对雷鼠性感兴趣的你 千万不要错过 好的 今天的介绍 你有觉得到掉什么吗 你是否想尝试密勒顿夜科史呢 多欢迎留言带大家讨论 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之后 影片结束 by bwd6